全副武装的镇报警察小跑步排成整齐方队 后大阵容却可能是冲着香港而来 白宫说中国武装部队集结香港边境原因未明 彭博社报道白宫正密切监控中国武装部队在香港边境集结状况 好巧不巧这场名为安保事实夏季大练兵的活动由广东率先开跑 专用力 不只召集16万警力 仅用摩托车和镇报冲锋车方队全部出动 直升机等装备也同台亮相 针对性十足 香港问题让美中百民对着杠 中国外交部更是把记者会当成了斗嘴擂台 外交辞令全部摆一边 我想彭佩奥先生他显然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恐怕他还是把自己当作了CIA的负责人 大骂庞佩奥没搞懂自己的身份 就差没直接说香港动乱就是美国CIA的杰作 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毕竟是美方的一个作品 我还想说玩活者必自分 北京呛下力道越来越强 广东练兵护士丹丹 让香港局势更加风雨飘摇 在立即闻上吧 我们在这边 都没有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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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的够够够够够够够这些